你是不是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复习 那今天这个办法你一定要保存好咯 就是A4指复习法 第一步不管复习什么科目都在旁边放一招A4指 第二步遇到任何不明白 记不住有难度的知识点就网上写 不用注意格式 第三步很重要哦 就是要在睡前30分钟再打这招A4指拿出来回看 已经理解记住的就打工 还是记不住的就再翻书看一下 不知道怎么读就让小杜告诉我 只要点一点 Sweater 他不但能教我怎么读单词 还有例句呢 语文的生词也照样可以点哦 看完之后去睡觉就好了 因为睡觉啊可以帮助我们记忆 所有白天记不住的东西 如果在睡前30分钟看过 第二天会记得更老哦 还有这些A4指可不论哦 要根据A4指以往曲线 间隔重复记忆7次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这么有用的学习办法 还不赶紧点赞收藏加关注呀 关注卡卡细心找知识